连续长眠喇叭声 骑车骑士警告叫车别再往右边开 没想到骑车驾驶从后面追车 经过两个路口也按喇叭 就在马路中间 等停红绿灯的路口 驾驶下车找骑士理论 转身从后车厢拿出一根球棒 就往骑士身上猛灰 问我的时候我有跟他说 我有行车记录器的 那我说你不要对我动手脚 后来他就回头 我以为他要离开了 结果他去后车厢就拿出棒球棍 炸毁我的车子 然后还把我行车记录器打掉 骑士被打得身上多处挫伤 机车也被打坏了 纠纷发生在20号早上7点多 准备上班的李先生 骑车经过高雄五甲南华路口 碰上刚下班的翁姓男子 双方呼按喇叭 驾驶下车就呛骑士扒什么 骑士反说是你先扒我的 但驾驶不服气说你扒那么多声 一听到骑士说有行车记录器 抵制线马上断裂 27岁的轿车驾驶 开着300多万的进口车 但车子是跟人借来的 声称因为下巴很累 又碰上骑士按喇叭 才会拿球棒打人 挨打的李先生说 现在他骑车都会怕怕的 因为任何人都不想碰上 这种行车暴力 记者陈胜一林之会 高雄报道